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两岸局势紧绷 两岸局势现在是一触即发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看到了山东舰航空母舰的这个位置 是处于台湾的西南海域的这个位置 那辽宁舰的位置是处于是这个台湾东部的这个位置 那也就是称东西河位置 而且最近连续 进入四月份连续这几天 应该是六天左右吧 解放军每天都是十架以上的这个战机 进入到这个台湾西南空域和台湾的东南空域 记住是东南空域 那么两艘航母战斗群 和陆地上起飞的空军的这些战机 正在演习空海一体战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昨天跟各位讲了辽宁号航母编队的这个 呃 它所携带的武器 导带有多少煤 那么它处于这个位置 它的背景是什么 我们把美军的潜艇从这里逼出去了 那么我们的反潜能力非常的强悍 还有一个我说过 这些武器不所有 不是所有的都是给剃倒准备的 很多是给美日干涉势力准备的 这是给他们看的 呃 那么就在这个时间点 美军的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 又是横穿了这个台湾海峡 包括凌晨三点二十七分 它的一批杠三一电子侦察机 啊 从家族纳空军基地起飞 烙飞到巴士海峡 在呃 我国台湾省西南空域 在进行抵径侦察 做拉线式的侦察 呃 我说过 美军呢 他也是有经验的 他也能判断 也能知道 啊 你解放军啊 是凌晨两点到四点来 这个要对台进行模拟空袭的 这个训练 预案 那么这个时候 他在派这个麦凯恩号 导弹驱逐舰过来 这个实际上是政治意义 他愣 他就是告诉你 你北京在台湾东部 然后零号开到那个地方去了 你把台湾包围起来 是在宣示主权 我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 我穿越台湾海峡 把台湾西部给划出一条线 呃 证明他给你不是一个 啊 不是你国家的一部分 这个是美国的目的 呃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呃 围绕在台海这边 实际上我说了 美国对这个中国是一是绥靖政策 绥靖主义啊 呃 不用太去当一 不用太担 太过于焦虑的担心 但是我们准备要做好 呃 我这一期我讲讲看 这个辽宁号编队在台湾东部啊 演习哪些科目啊 呃 那么还有一个 美国的这个呃 白宫发言人啊 普莱斯他说 呃 不 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啊 美对台承诺坚落磐石啊 普莱斯指出 美方注意到且高度关切 中共在区域内的持续胁迫作用 包括针对台海 在支持如台湾关系法的 所反映的美国常年政策下 美国能保有能力能抵抗 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 安全社会或经济制度的武力 或其他胁迫行动 呃 白宫也说 坚落磐石 拜登也说坚落磐石 国务院也说坚落磐石 在那坚落磐石 你不能说嘴巴上放空炮 你得有实质性行动 实质性行动就是麦凯恩号 导弹驱逐舰 穿越台海 但我说过 这个实际上都是象征意义的 实际上 为什么每次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张春辉出来讲 呃 停止 美国停止向台独势力 宣播错误信号 那实际上 他是过来是给他们加油打气的 那么加油打气的目的是 要让你台湾顶到前面去 你上 美国大家要注意 他玩的是军衡军衡主义 是以台制华这一套 他要让台湾你不能停止闹的脚步 你要去闹 你要去上 顶上去 这是他做的这个事情 坚落磐石 对台湾 有哪些坚落磐石 美国今年的2021年残年度的国防预算削减百分之二点八 比去年要少 这是七十多年来美国首次缩减军飞开支 我说了这个是美国的政治正确派在操纵 就是缩减一点就是美国的左翼和极端左翼 把持朝野 那么他们这些人 我说过 美国众议院有五十名民主党籍的这个议员 尤其是从西雅图 也就是美国华盛顿州过来的这种议员 他们是极左翼的 有人称他们为极端法西斯主义者 红色法西斯主义者 那他们连五十人联名上书 要求拜登削减军费 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军费 那大家想想看 在中美人 在中美就是对抗乐火如荼的今天 美国在说削减军费 但同时他在告诉台湾说 我对你的承诺颠如磐石 而且削减军费 美国民主党籍的这些议员们 直接就是告诉那些共和党 告诉美国民众 说今年开始 美国没有必要再更换 洲际弹弹弹弹弹弹 美国现在造舰计划 没有办法造更多先进的军舰 和先进的潜水艇 都是把老旧型号 翻修翻修重新用 升级升级重新用 飞机升级电站系统重新使用 而且对台湾建入磐石 把部署在冲城的5000名 海军陆单队队员撤到了夏威夷了 这叫进入磐石吗 我说过 这是一个口号 让你台湾去跟他 去跟中国大陆闹 美国现在的心态很明确 你台湾能抵抗多久 能闹多久 能对中国大陆沿海造成多少破坏 你去造 希望你造 说什么 有很多什么鱼叉反舰导弹 我说过了 你 不要太自信自己的实力 台湾今天说什么 四月到七月 汉光军演说全民皆兵 我再说说看 我还不了解台湾人的性格吗 就算你真的那么的死因 那么的想要干 你的技术在哪里 摆着呢 是不是 飞机经常摔 经常出事故 你就是不行 你 大家知道 越是往南的这些人 这些国家 这武力越是不行 往北的都是说上武 上武精神比较浓一点 浓一点 那台湾 实际上 美国就是要让他自卫 你要发挥你的自卫能力 我当年投资 你就是要让你自卫 让你们自相残杀的 是不是 那而且我跟各位讲 现在美国国内 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美国国内在做 政治大而清洗 种族大而清洗 大家还记得 1月6号 美国国会山 暴乱的那几个白人吗 还记得吧 不是有一个 在自己地下室 因为拿了 佩洛西老婆子的电脑 被巴黎花生米 打成杀医子吗 那这是他 一次性解决 减轻他的痛苦 他反而是幸运的 那现在那些 被关到监狱里面去的 被狱警殴打 颅骨打掉 视网膜打掉 眼睛被打成 活活被打成瞎子 被黑人 那种预警 拿颈棍 像驱棍球一样的 打 照着脑袋就上 被打得非常惨 啊 是不是 你监狱里面 矿井是这样 现在对美军系统 在进行清洗 那你可想而知 这些白柚 会被整成什么样子 那有正能有稳量 那这个逻辑不对 那美国 啊 那美国 它是一个 啊 那么爱国主义 那么浓荒的一个国家 他们应该 去 这个展开军费 再增加军费啊 和中国大陆 按照 在他们的立场上来讲 应该跟我们干吧 我们干倒啊 我说你 这个想是 是没错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 美国是个什么国家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尤其是现在拜登 又不亮相 说他住院了 我们不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住院 因为现在小道消息 马天飞 先不去管这个事情 啊 你自己看 白宫的那张照片 拜登坐在右边 贺锦丽坐在左边 贺锦丽敲的二郎腿 布林肯坐在C位 你自己一看 这个架势就看得出来了 对吧 贺锦丽带 拜登 做很多事情 贺锦丽是个印度人 你能保证 啊 这种 纯老黑 啊 他 不会说去援助非洲 他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他就是会 对美国 啊 OK 啊 对吧 但是像贺锦丽这样的人 他们来是硬做 那他们要削减 这些军费要干什么 拿多出来的这些钱去干什么 去做人道主义援助啊 你好不容易来了 美国发达了 你的老乡 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要拿美国人的钱 去给到他的这些老乡啊 给老乡花 人道主义援助 啊 等等等等 大龙和啊 这是美国左翼做的事情 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个好事 所以说美国的几左翼 甚至是几左翼 是我们的盟友 啊 大家要要要明白这一点啊 是我们的盟友 所以说现在他 在做这样的事情 他没有去去搞这个军费 那么你就知道了 他对台湾的承诺都是空话 他派海安警卫队过来来保卫台湾 啊 所谓签署什么海警 海军署什么第二 第二海军 你别甭管你是第二海军 第三海军 现在就来看看辽宁舰 他在演习什么 他的 啊 我们来看看啊 嗯 环球时报分析 从外媒报道的消息来看 此次中国航母编队包含 解放军海军的主力 践行 另外不排除有潜艇参加训练的可能 你看 这个话他都讲了嘛 我都已经说了 啊 他们说的很隐晦 所以你问我 那个潜艇带多少枚导弹啊 潜艇有多少艘啊 什么型号 我不会说 有些东西 咱们啊 王牌中的王牌的东西 底牌的东西 啊 不是我做分析作业研究 但是我不方便跟大家讲啊 不方便跟大家讲啊 只能在小范围的圈子里面传播一下啊 呃 呃 从编队组成来看 此次训练可以执行高强度防空 反舰和反潜训练任务 特别是055万吨大驱的 和052D驱逐舰 具备强大的防空作战能力 同时 该舰携带的英机系列超音速反舰导弹 可以有效打击数百公里 范围内的水面舰艇 而054A则具有较强的反潜作战能力 据报道此外 相信辽宁舰也会进行高强度的舰载机起降作业 舰载机可演练与潜艇的系统防空作战 可以将编队的防空扩大至数百里 由于歼15多用途战机 可以执行对舰对地打击任务 可对相关区域内的基地等目标形成威慑 大家看到没有 他说了 在舰载机里强大的高强度的防空 而且打击范围在数百公里 那你想想看 台湾在数百公里里面吗 台湾在几十公里里面 数百公里 谁 超音速反舰导弹 打什么舰 好像是在南海的什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大家知道了吧 所以这个文章是后出来的 环石的文章是后出来的 但老兵是说在前面的 我告诉你 我说 他说针对台湾 他不是针对台湾 他是针对美日 歼15 他派个一两架 带个 他舰载机 我们可以携带几十架吧 对吧 我记得没错 可以携带个 航母舰载机 我们辽宁介绍 可以携带个48架左右吧 是不是 我派个两架 带一颗 核弹 战术核武器 去轰炸加山机 第一时间起飞 轰炸加山机场 就完事了 不用派歼16 他在闹过来 不用闹 直接他起飞 带核弹 直接炸就完事了 剩下46件 全部 阻止干涉势力 干涉势力 干涉势力 所以说 这个 比解放军也很明确了 是吧 环石那消息源 肯定比我广 是不是 但是我没有 很这个庞大的消息源 但是我有相对消息源 和 和它相反的 分析能力 此外 按日本防卫省的说法 965号 呼伦湖 这个补给舰 说明舰队可能会在海上进行较长时间 其间会进行综合补给 因此 台湾附近海域可能并不是终点站 未来不排除进入南海的可能 而根据公开讯息展示 4月4日上午8时许 美海军 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竟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活动 未来 中美两大航母编队会是否会在南海邂逅 值得关注 所以说各位 辽宁舰带了400枚导弹 带了一艘补给舰 这个补给舰是海上的移动弹药库 里面全是导弹 那也就是说 它可以 补给舰 它可以再带个 一千枚导弹 没问题 一千枚导弹 没问题 因为那个护轮号补给舰 我原来看到过 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带个一千枚导弹 很正常 是不是 那 还有很多防空的 高强度 高密集的防空啊 水底下还有潜艇 我说过 水底下的潜艇 它的范围在两三百海里之外 实际上已经到 关到这个附近了 也就是说 卡在这个点 牵制关岛和 对驻日美军的联系 这就OK了 大家要知道 常规动力航母 听起来好像没有 核动力航母那么低 怎么低 怎么低 对不对 但是我常规动力航母 只是说 我的六万吨级的 我去远海 我可能 没那么 没核动力那么行 但是在 尽海 我绰绰有余了 各位 所以说 现在 是局面 的最新通报 好吧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是老编来 喜欢的 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